最近猪肉价格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从1号开始广西南宁市开始实施 猪肉价格临时干预措施 在十大菜市场实行限量限价销售猪肉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一起来看看 在南宁市淡村综合奴贸市场的猪肉销售点 现场的高音喇叭正在循环播放着价格公告 上午9点起 南宁市淡村奴贸市场 华园奴贸市场 官塘弩贸市场等十个弩贸市场 开始在定点摊位上价销售限价猪肉 限价肉按低于前十日市场平均价10%以上的价格销售 主要供应金瘦肉 五花肉 前后腿肉 排骨 这四个主要消费品种 每位消费者每日购买不超过一公斤 针对有消费者担心会买不到限价猪肉 南宁市发展改革委称 限价猪肉的供应量 是根据全市前期市场需求量 平均水平确定的 每个定点摊位供应一头猪 供应量较为充足 市民没有必要盲目囤货抢货 324530530621503205306203255203 Godch